張善政院長是土木專家 科技人 也是產業 也是大學教授 從某一個角度來看 張善政院長 是一個非常純潔度很高的 有理想性格的 而且是一個專業人士 也換句話說 他對政治這些權謀 政治這些運作 他未必這麼了解 但是可愛也在這裡 讓我們這個國民黨員 大家捏把冷汗也在這裡 同樣一個出發點 有另外一個思考的方向 重點 台灣人民看張善政 我相信內心 還是喜歡欣賞的比較多 覺得這個副總統候選人 他的講話 是發生他內心 不是花瓶 沒有說很多政壇人物 做久了以後 每一個人胸口都揹了一把小算盤 我跟他連 我跟他聯絡 我條件交換 都在播算盤 張善政不播算盤 他就揹了一個電腦 趕快把政府 趕快科技含量弄進去 所以我覺得張善政院長 有他可愛的一面 人民來看 這個副總統候選人 真的非常可愛 很純潔 黨內來看很緊張 那我也會 我也曾經跟他溝通過 那現在畢竟是 國民黨推出的一對候選人 有些可能要稍微考量一下 或者先跟您溝通一下 看要怎麼說比較好 他還是非常純潔 還是非常純潔 那我是覺得張院長 真的是有他可愛的一面 但是這方面政黨的票 未來我還是會跟他溝通 那我是國民黨推出來總統候選人 很多話 黨內的話 我講的話一定有我的一個節制點 我自己會思考 那張院長我會繼續跟他溝通 至於其他不同政黨講 感謝張院長 就都撿到你們的東西 對 未來 隨著時間的推進 我相信會磨合得越來越順暢 越來越順暢 所以這個票不會因為張院長這幾句話 就跑到省長那邊 或是跑到柯批那邊 不會 你覺得不會 我不能說不會 我只是說慢慢慢慢 2300萬的民眾在投票的時候要考量 要不要考量到未來2020年之後 總統府跟立法院 就像一隻熊鷹的兩隻翅膀 是不是要完全授權給國民黨 大家要去思考這個問題 那當然有賴於我們未來這50天左右 加強我們的論述 還有呼籲民眾給我們這個機會 國民黨摔過跤 受過傷 國民黨曾經遠離民意 所以變成在野黨 但國民黨重新站起來 一定會謙虛的貼近民意 一定會認真幫民眾做牛做馬 這我們會告訴台灣民眾 請你再給我們國民黨一次機會 那藉著這樣一些論述 我們希望政黨票 大家還是能夠支持國民黨 這個未來一段時間 我會加強這些方面的論述